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地心我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破狂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飞翔应该是很多父母辈的偶像吧 191厘米的身高 混血 帅气的面庞 深邃迷人的眼睛 八九十年代的飞翔 那时候的飞翔几乎是很多妈妈的梦中情人 受迷恋程度超过现在任何一位小鲜肉 但遗憾的是 飞翔却在巅峰时期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飞翔1960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母亲出生于哈尔滨 父亲则是一名美国军人 因为父母的宠爱 所以小时候的飞翔胖嘟嘟 并不像现在这么帅气 不过飞翔上学的时候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霸 18岁就考入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医科 但是飞翔对医科并不是很感兴趣 后来又考入了纽约戏剧学院 学习艺术表演 情人世界有你有我 1998年一首冬天累的一把火 成功点燃了春晚的舞台 动感了音乐和热辣的舞姿 让中国的观众 借助了一位高大帅气 黑发蓝眼的华人 他真的像一把火 一次就爆红 从此成为80年代 很多少女的梦中情人 他就是飞翔 1981年 学成回来的飞翔 一才女导演张爱佳发掘 他一单原剧 《十一个女人》的演出的拍摄 从而正式踏入娱乐圈 最后他签约EM唱片公司 发行自己首张个人专辑 一举拿下金唱片奖 其中的流连 也是那个时候的灌单 一张张专辑的推出 会想靠着天生的好嗓音 和优秀的专业能力 在当地抱货 甚至影响力达到整个东南亚 八九十年代末期 最想是最热的男明星 那几年他在十二个城市 开了近六十场演出 场场爆满 万人空想 创下当年 无人能够打破的纪录 可能就在这种节目哑上 推想举办了一场 告别演唱会 消息一出 全国震惊 他向大众宣布 自己要远赴美国 闯荡百老汇 1990年 他只身前往美国 在那里 他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没有任何的知名度 退去了星光后 他仍是他自己 在美国 他愿意继日地学习 唱歌 变嗓 参加训练 与此同时 他告别的国内市场 也发展得风生水起 自大天王 从空出世 他们的红 彻底盖过了 飞翔烧红的那片天空 内地和港台的新人 巨星 天后 层出不穷 好爱我 好爱我 不想念你 不想念你 幸福人生 藏在爱情里 好爱我 好爱我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 得知 不疑 现在的飞翔 可谓是 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当年他因为在 春晚上的表现 而一夜成迷 互相的云 和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两首歌 也成为了 飞翔的代表作 帅气俊朗的外形 让他备受 万千少女的喜爱 同时 飞翔还是一位演员 早年间因为参与拍摄 单元剧 11个女人 走进大荧幕 随后还主演了电影 《昨夜之灯》 《竹篱八外》的《春天灯》 并演出了《烫钥匙》 《尼科与诺拉》等音乐剧 在艺术方面的设计很广 并且飞翔在感情方面的经历 也是比较丰富的 许多女星 都跟他传过绯闻 像胡一梦 竹叶和燕倩文等 都与他传过绯闻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 明亮又闪烁 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对于飞翔的感情生活 总是有很多流言蜚语 有人再次惋惜 飞翔未能结婚生子 飞翔倒是很看得开 我不是没有感情生活 只是还没有婚姻的缘分 他或许只是没有这样的缘分 春晚落幕后 春晚上的人 无论是大方玉彩 还是平平无奇 都将奔赴各自的人生 他们曾组成春晚的璀璨星河 但人生却不持有 几分钟的万人簇拥 走下初玩舞台的飞翔 不久前 飞翔刚刚度过了 自己的六十岁生日 他说人老了 不愿不愁 他领养了一只小猫 享受着自己六十岁 刚刚开始的人生 比起飞翔那曾经辉煌的篇章 如今他的同容优雅 奋惊得起岁月的大量 几云浮云晚霞 告诉他心里的话 纵然是海角天涯 我永远等待着他 我 readers不愿意 我许都要表云